我們來給各位老師介紹一下這個 Google 表單 現在最近增加的這個測驗的功能 那測驗的功能呢 它是像這樣 這個我剛才已經先調好 先給你們看一下 查看分數 有沒有發現 答對答錯 你可以給它正確正解是什麼 也可以做超連結 有沒有 答錯了 是為什麼錯 有沒有 可以顯示出來 然後呢 他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分數 在最上面 因為我都勾第一個 雖然題目是我出的 但是你也知道 不能每個答案都放第一個 這樣命中心會太高嘛 好 開玩笑 就是總共多少 然後成績多少 是不是看得到了 那麼這個東西怎麼做 你們看一下 在我們這個裡面呢 你可以新增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 Google 表單 可以增加進來 那麼現在我就是在這邊 問題在這邊 然後呢 我們管理者 你還可以看到回復了什麼統計 你看我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哪一題答對的多少 有沒有看得出來 這樣有沒有 比較 老師 重點不在於給他成績的分數高低 而在於他到底會了沒有 對不對 你可以從這邊知道說 到底為什麼有些同學他這個不但會是 哪個地方需要再加強一下 你看滑過去 也可以看到總共有多少人 對不對 這樣就比較方便 那這個呢 問題的部分你看一下 如果今天你要增加這個所謂的 那個測驗 測驗的話 您進到 Google 表單之後 在右手邊 剛剛我們不是按了一個的齒輪嗎 對不對 這樣看不太清楚 齒輪有看到的 這個齒輪 按一下 有沒有 這個有一個叫測驗 你把它按到這邊來 設為測驗這樣就好了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指定說 提交之後要不要立即公布 還是你覺得老師批改之後免得後悔 都可以 那還有呢 你可以幫他設定 答錯了 要不要給他看答錯的 正確的要不要給他看一下 他幾分 那如果你有設定好之後呢 他目前主要能夠針對什麼 就是單選題 單選題的部分 所以你看這邊 你看 我點到這裡對不對 這一題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答案 點下去 你要告訴他 告訴 Google 表單說 哪一個是正確答案 然後你的分數是幾分 這一題是幾分 哪一個才是正確答案 那如果是正確的 你可以給他一個提示 如果是錯誤的 給他一個提示 甚至你可以加上超連結 因為有時候用文字很難表達 對不對 你給他一個連結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個 有沒有 連結 所以如果不夠 你可以再增加 第二個連結 第三個連結 像這樣子 我想老師可以先了解一下 最近有增加這個功能 那如果你有需要的 其實可以試個用看看 也蠻不錯的 當然 OneNote 裡面也有測驗的功能 也有測驗的功能 等一下如果有事情 我們再跟各位介紹 還有一個測驗的時候 我會想看一個要關於 我會想要做託文字的東西 然後我們會想說